发现和分享手工的喜悦 这里是恭喜手工实验室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初建配饰系列 橙花的勾边制作教程 线材采用日本进口极细蕾丝 通过织片的成叠造型 搭配包金材质配件及进口半孔珍珠 制作出错落有致的花环效果 有两种配色可选 具体配色色号和勾针型号 参考材料包详情页面 所有织片的构织方法都是一样的 使用到的针法只有短针、锁针和引拔针 完成足够数量的织片后 再进行花环的组合及配件的安装即可 接下来进行具体的演示 首先进行起针 将线在左手食指上绕两圈 右手将线圈取下 接着将线在左手小指上绕一圈 从食指和中指间穿过 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大拇指和中指上 右手拿起钩针 钩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 拉出 再次绕线直接拉出 这样起针就完成了 接着我们勾锁针 勾针绕线 拉出 这是锁针 一共完成三个锁针 接着我们找到 第二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勾针 针穿过这个辫子 绕线 拉出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绕线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短针 接着 挑第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再勾一个短针 接着勾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 直接从勾针上的所有线圈拉出来 这是一个引拔针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小花瓣 接着再勾三个锁针 开始第二个花瓣的勾子 同样在第二个锁针上 挑一根辫子勾短针 接着在第一个锁针上 挑一根辫子勾短针 然后在起针的线圈上引拔 结束第二个小花瓣 重复这样的勾织方法 一共完成五个小花瓣即可 敌尾 感谢观看 这里已经完成最后一个小花瓣 引拔 接着预留一小段线头 断线 接下来我们要收一下起针的线圈 一共有两个线圈 先轻轻拉动线头 会有一个线圈先活动 先拉紧活动的这个线圈 接着再拉紧线头 这样线圈就收好了 注意看 这是我们完成后的花朵的正面 枝片会向内有一些卷曲 接着我们翻转到背面 找到花片中心的这个动眼 将钩针从背面穿过去 将结束的线头勾住 收到花朵的背面 接着我们要收一下两个线头 每一个小花瓣的背部 会有两根辫子 注意看 注意看 钩针穿过这两根辫子 将线头收进去 这样子将两个线头都各自收几针 就可以了 也好 进步 感谢观看 收好之后将多余的线头直接修剪掉 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完成同样数量的浅色和深色的织片 例如耳环部分一共是五个花朵 每一个花朵各由一片浅色和一片深色沉叠组合成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花朵的组装 取出一个源头针 从正面依次穿过浅色的织片和深色的织片 可以先将所有的花朵都在源头针上穿好 接下来我们进行耳环花环部分的制作 取出一个18毫米的圆框 取一根制作好的花朵 将源头针从内侧穿过圆环 用左手固定好花朵中心的源头针的头部 将源头针的针尾向内将长绕 一边长绕一边翻转花朵的头部 尽量长绕的贴近圆框为好 越紧越好 一开始长绕的不好也没有关系 材料包当中我们会多配几根源头针作为练习使用 大致长绕到剩余一公分左右的针头 我们用尖嘴钳下方可以剪的部分 将针的尾部修剪到大约剩余三毫米左右 接着将鱼下的四朵花都按照同样的方法 固定到圆框上 大家可以再看一次 第一圈绕得比较松没关系 之后的几圈要贴紧圆框 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剩下的花朵固定好 这里已经固定好所有的花朵 可以调整一下绕线的位置 如果绕得比较松的情况 可以像这样从侧面夹一下 让它更贴紧圆框 如果实在是绕得非常凶 可以在最后我们用胶水 在这个圆头针和圆框之间稍微涂抹一些 让它固定好 接下来我们进行半孔珠的安装 先将半孔珠穿在我们预留的针头上 每一根针都试一下 如果过长的话可以再进行修剪 注意不能剪得太短 全部试过之后我们取出胶水 在针头上涂抹适量胶水 注意尽量稍微涂得多一些些 这样比较能够固定得住珍珠 将珍珠的孔穿进针头 捏住一会儿 剩下的每一颗用同样的方法固定上去 注意固定好之后 尽量不要去动它 放置两到三天 待胶水干透之后再使用 接着我们取出长条形的打结耳钉 耳钉的下方有开口 用尖嘴钳将它从侧面打开 穿上圆框 注意方向 接着用尖嘴钳合上就可以了 这样耳钉的部分就制作完成 接下来看一下戒指 戒指的部分 花朵和珍珠的安装方法 其实都是一样的 同样从内侧穿过去 绕线 戒指部分因为戒圈比较圆 而且也比较细 绕不紧是正常的 配戴在手指上之后 花朵会自然地朝上的形状 绕好之后 调整一下 圈和圈之间的位置就可以 同样修剪多余的针头 黏上珍珠 放置2-3天再使用 如果不喜欢花朵动来动去 同样可以用胶水将圆头针的部分和戒圈稍微粘在一起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一款初剑配式系列 橙花的国边制作学习 恭喜手工实验室 感谢您的观看 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需要短放